金铜玉女 你们会想到什么 先看卖家秀 你能猜到它是什么吗 这就是我们的金铜玉女小黄瓜 这种黄瓜的产量非常高 每一个叶片都会长一个小黄瓜 而且里面的果肉是绿色的 满满的果肉 果冻般的口感 丝丝的甘甜 黄瓜味特别的浓 金铜玉女黄瓜 你没听说过吗 看起来是脆嫩脆嫩的 而且它说是有果冻般的口感 丝丝的甘甜 我是馋了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买回了 三十九块八 五斤 比我们平时的黄瓜要贵多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 黄瓜就分为水黄瓜跟汉黄瓜 其他黄瓜我是真不知道啊 大家还知道什么黄瓜吗 可以评论一下 打开 这也太可爱了吧 它确实特别嫩 不是我小气 我得撑一下 8块钱一斤 带箱子2582克 这个箱子就80克吗 我们撑一下 坏了一个 盒子66克 可以可以 这个黄瓜看起来确实特别可爱 有点像那种观赏品 难道金头玉女就长这样啊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去洗几个 看一下这个果冻般口感的黄瓜 是真的吧 雷腾 洗了五个 它说它里面是绿色的 我们切一个看一下 我这个果肉怎么是白色的呢 我们来尝一下 看看有没有果冻般的口感 丝丝的甘甜 觉得有的 扣个一 没有了 扣个二 这不就是我们普通的黄瓜吗 有什么区别呀 就是一股黄瓜味呀 哈哈哈哈 而且还能吃出来它是一种 打过药的感觉 它的口感是脆脆的呀 我感觉跟果冻一点也不像 它中间的心确实有那种 很丝滑的感觉 但也不甘甜呀 就是普通的黄瓜味呀 吃了一根 我感觉有点智商碎 不过话又说回来 它确实黄瓜味特别浓 一吃就知道在吃黄瓜 八块钱一斤的黄瓜 你会买吗